好 最后一个我请委员来讲一下 金融时报的灯 美国国防部又把大陆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企业叫核赛科技 它是激光就是雷射的一个大厂 从中国军工企业的黑名单当中 又移除了 这个理由叫做不符合 列入黑名单的法定标准 那你当初怎么会把它列入呢 但是这个移除也不是第一个 你看到2021年 美国国防部把小米也从黑名单移除 然后今年又把这个大疆的禁令也解除 所以今天很多媒体都说 这是美国的尴尬时刻 为什么呢 核赛科技做汽车用的这种 雷射的这种感应器 大概每一个汽车都会有 然后美国的几个大汽车厂都买它的 那你现在美国汽车要不要出厂 这跟大疆的概念是一样的是吧 因为它不是消费品 因为你买车的你不会注意说 是来个厂牌的嘛 可是问题GM用它 福特用它 然后你把它进了以后 这些人找替代品的 找那个日本的 找那个韩国的 还找美国的 价钱贵 而且品质又不好 所以 他们这些人去跟美国官员讲一讲 现在鼻子摸一摸 当然我们同意 它也可以坐在导弹上 这个看你怎么用 可是它本身没有生产武器 它只单纯生产那个感应器 对 那当初为什么会列在黑名单呢 因为它觉得说可以在武器上面 对啊 那太多东西可以装武器 不信你问问这个机械工程 它那个列上去本来就可以申诉了 它是有这个程序 那因为这些进口商的支持 就很容易过关了嘛 就像大疆也是一样啊 进口商哀哀叫啊 你美国政府都说风凉话 说我不从中国进口 我可以从北京找到替代瓶 见鬼啊 那一句话找不到 对啊 而且价格是四倍 对啊 对啊 那你不是 然后高商还推不上去 对啊 你不是找这些进口商麻烦吗 因为进口商不是我们讲的说是贸易商 很多进口商都实质上的制造厂 使用者很大的厂 就是依赖性太高 没有办法脱离哦 但我可能想的多一点 那我把你移进来 那怎么讲 你要跟我来谈 谈到谈到我开心了 我就把你移除啊 这样吗 对啊 这个叫做军民两用的东西嘛 军民两用的东西太多了 对啊 事实上是民用的量大 军用的量少 对啊 我不晓得他们美国关联在想什么 其实哦 我觉得清水殷然这件事情 我心里头真的是感触很深 李将军请 为什么 因为我在小金门的时候 在1987年发生过一件惨案 叫东刚惨案 那那次事情来讲的话 当年其实那些人就是 因为军令如山嘛 就像是他一样 他去当兵 上面叫他做什么 你必须做什么 那时候我们军令也是一样 上面命令我们就必须要执行 就有一天有一艘越南的难民船 就飘到小金门那个东刚 就那时候守军接到命令就是 所有进来的船隔沙勿论 所以就把船上的人全部打死了 打死了上了船以后才发现 说那个不是解放军的船 那是越南难民的船 而且船上有很多的 有好多的这个妇女 还有小孩 那人都打死了 所以打死以后 但是那时候开枪的那些 那些这个我们跑者 有一些我还认识 我到现在也认识他们 因为大概我们都同一辈的 其实他们一辈子内疚到现在 就一辈子内疚 我自己知道就是 几乎都是每天吃在念佛 在过日子 所以说你刚刚讲说 清水依然 他这个晚上 他自己有小孩以后 他听到小孩的哭声 其实我那些跑者 他们也是同样这种情形 有些到后来 自己避到最后受不了 甚至有人到最后就是 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 那心理压力之大 所以为什么 那是有良心的 我跟你讲 其实人都是有良心的 这个东西你如果说 当年那个是很不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军人最反战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过这种 很残忍的场面 看过很这种不人道的事情 来讲的话 其实最反战的反而是军人 先讲一下这个好了 我觉得还蛮感慨的 今天我们看到前日军731的部队 那这位老先生已经94岁了 看起来精神非常好 他要清水一难 他已经抵达了哈尔滨 抵达了这个遗址 然后他要揭发很多事实 因为他要来赎罪 在他14岁的时候 被这个强制征召到军队里面 然后进入了这个731部队 那731部队大家知道 在中国大陆进行了 各式各样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他就揭发了部分的暴行 他说他亲眼看到过 胎儿 婴儿 幼儿 各种器官 头颅剖伴等等的标本 也证实日本战败之后 确实把带有鼠疫菌的老鼠给放了 非常的可恶 那这个大陆也首次公开了 清华731部队的鼠疫实验的一个最新罪证 那到这里要来赎罪 那他对于日本来讲就是个罪人 日本都在骂他 你为什么要去 不过他今年已经94岁了 他在乎什么呢 14岁开始 这个深深埋在心里面的 这个痛苦到今天终于可以说了出来 委员怎么看 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清水英男 表达高度的崇敬 他14岁到今年90几岁 还愿意为日本人一再掩盖 一再说谎 一再拒不承认的侵略中国的罪行 做出道歉 做出忏悔 而且还不断的讲说 每次的事 作为一个日本人清水英男 要出来证实有这回事 实际上有高度的勇气 因为他就是731部队 我当然因为他年纪小不是什么大官 他也做不了什么决定 他就是打打杂跑跑腿的小兵 可是日本政府跟日本人 现在都是想要把他掩盖 所以对他就反而恶意相向 我讲一下他的一些叙述 我看了自己是蛮触动的 他说当年他年纪小 但是他在当时他就看到 这个瓶子里面泡着苔儿 婴儿等等 他当时就在想 为什么人类可以这么残忍 后来他回到日本成家之后 他自己有了孩子 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被 这个婴儿的哭声吵醒 就会回到当时这个惨状 所以这个噩梦在他的心里 一直萦绕 萦绕到现在94岁忘不了 对 这一定是很深刻 而且很惨痛的一个记忆 而他是有良心的人 有良心的人才愿意面对事实 有良心的人才有这个勇气 走出来告诉社会大众是什么 那因为他本人身立其境 所以日本人面对这样的一个证人 毫无回避的空间 所以就会把怒气跟怨气 撒在他身上 幸好对这好人录 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在那边 日本人也不敢造次 要不然日本人早就把他盖黑头部 做掉了 他事实上表达这种意见 不是今天第一天 他以前中原时代 就有讲过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到目前为止 这个日本政府要掩盖731部队的罪行 而731部队的资料 现在二次大战后都送到美国去 作为美国生化武器研究的资料 美国人也许从中获得很多很多的好处 包括研究的成本代价 但这是中国人的血汗的代价 我觉得这句我真的很震惊 在这个战争中间做了各式各样的残忍人体实验 但是在战败之后把那些带有鼠疫菌的老鼠全部给放了 真是坏透了 所以这一幕由这位日本老兵 他要亲自到遗址来进行忏悔 他个人的赎罪 但是到此刻为止日本还是不认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